詞曲 李宗盛 有一天她的經理人叫她穿漂亮一點 帶她去認識一個很重要的人 大概是1962年的時候 經理人就帶她去見面 這個人叫Joseph Connell 是一個超現實派的畫家 這個大人物就是她 她當時已經六十多歲 六十多歲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樣子有點古怪 都很老 滿面皺紋 鼻子勾 臉很尖 其實樣子有點害怕 但她馬上跟Joseph 就墮入愛河了 她曾經有個經歷 就是Joseph 每一天寫十四封情訊給她 她們就一起了 但有一件事 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Joseph的媽媽 是有些問題的 她是有點戀無狂的 她經常都黏著她的媽媽 她媽媽曾經跟她說過 她說 你不要接觸女人 女人是有霉毒的 所以她跟草加尼珊 去拍拖的時候 就有很多經歷 就好像她們曾經拍拖 一起 親吻的時候 她媽媽整盆 凍水淋在她的頭上 她就很討厭她媽媽 而且因為Joseph 有這個戀無狂的關係 其實她們兩個 十年的關係 是沒有性感的 為何要帶出這件事呢 就是為何她後來 她的作品裏 有很多男性的揚具出現 就是她把她對性的 很恐懼的東西 她把它發揮在她的藝術創作裏 十年之後 Joseph 73歲左右 就不在這裡 亦都令到草加尼珊 受了很大的打擊 之後她就 轉轉轉轉回日本 她回到日本的時候 她就覺得 日本人好像很抗爭 跟美國差很遠 就算她覺得 日本很多好的東西 那些人都是抄美國的 但她就開始 在日本創作她的藝術路 但因為她的精神病 一直都不太康復得好 她就自己說 要入精神病院那邊去醫治 她曾經在精神療養院旁邊 她就有一個五層高的藝術床 就在這裡創作 日後就在那邊 好像上班一樣 就有工作室 但晚上就回到療養院去醫病 很多她很有名的作品 很多不同的藍瓜 波點 甚至乎很多不同階段的作品 都是在療養院的期間去創作的 草加尼珊 其實她除了是一個很有名的藝術家之外 她還是一個寫書 也是一個有文學獎獎 也是有戲的創作 所以她是一個很多元化的藝術家 而且她獲得2006年的時候 她獲得日王一個很大的獎 那個就是一個國際藝術家獎 她是第一個人獲得這個獎 大家都可以知道 草加尼珊在她的事業路裡 她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以及她的階段和背景 今集跟大家分享完草加尼珊 下一集有另一個藝術家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叫做村上龍 下一集千萬不要錯覺